中国的问题 尤其谈到了解放军的军力 对美国的武力威胁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川普总统说将要取缔安提法 这样一个恐怖组织 这个事情实际上跟中国大有关系 跟中美之间的冲突也是大有关系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事情 蓬佩奥在礼拜天的上午接受Focus电台采访 那他就说了中国现在跟十年前大不一样 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完全变得非常具有侵略性 对美国不仅是知识产权贸易等等 而且它是武力的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中国军事的进步也是实实在在的 那现在美国一定要联合其他的盟友 他特别提到了印度 韩国 日本 还有澳大利亚这些盟友 要联合起来来抗击中国的军事的威胁 他特别提到就是美国有实力在各个方面严正以待 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保护美国的国民 所以说蓬佩奥他实际上很少有机会谈到中国的武力的问题 那今天他专门来提到中国的解放军的军力 这也是非常的罕见 说明中美的这种争纷实际上现在已经从冷战走到了热战这一步 完全有可能在某个地方进行擦枪走火 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问题上已经彻底的摊牌 然后中美两国的关系再也不会回到以前的关系 而且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就特别讲清楚 现在中美之间根本不是战略合作伙伴 根本就不是一个竞争对手的问题 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敌我的关系 是一个敌人的关系 所以说全面的预备 全面的备战 从冷战到热战 全面的防备 现在是美国最重要的对中国的一个态度 那蓬佩奥也特别提到 就是现在在国会里面有60个议案 是准备要制裁中国的 两党 民主党 共和党都提出来60个议案 在最近一段时间陆续通过来制裁中共 所以说美国现在全面的已经准备好 跟中共政权全面的开战 蓬佩奥还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在美国散布假消息 来危害美国的形象 那么今天同样就是美国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在媒体也同样说到这个事情 就是中国 伊朗 还有其他俄罗斯这些国家 散布一些假消息来诋毁美国的形象 尤其是这次美国明尼苏达州 引起来的大骚乱过程中 中国不断地散布一些假的消息 甚至有些人认为 这个大骚乱背后就是中共的黑手在操纵 他们也举出一些证据 比方说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他这个事情一发生 他就发了一个推特 叫做我不能呼吸 意思什么就是那个黑人 比警察踩着脖子的时候 那个黑人就说了一句话 我不能呼吸 所以他这个华春莹说这句话是粉刺美国 你看你们把你们自己的国民就整成这个样子 我说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个案 但是现在比中共还有其他一些极端组织 利用起来来破坏美国的秩序 破坏川普 甚至影响他的大选 影响他的连任 那么川普也今天做了一个宣布 宣布这个安提法 很快比美国政府认定为是个恐怖组织 那么美国的司法部长 简洁的也说这个安提法马上就会认定他为恐怖组织 但是有一些人权机构民权运动都认为这个组法是不对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安提法 他的的确确有很多恐怖的行为 那他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实际上有时期30年代 随着这个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后 这个组织就诞生了 他是专门是用来反对这个法西斯的 法西斯他就是强调这个德意志民族 是非常的优秀 强调这种种族主义 而且他强调这个国家之上 强调这个集体主义 强调为德国民族 争取这个生存空间 他根本就蔑视西方的民主自由 自由资本主义 他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 来发展经济 然后强调的是集体主义 强调的是党 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军队 整个的这样一个法西斯 就是一个军事化的 军国主义的一条路子 那么反法西斯的这帮 叫做安提法 这个的全民 就是反对法西斯 他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他不断的演化 现在在美国的话 最近几年他兴盛起来 他的一些政治的纲领 一些实现这些纲领的做法 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纳闷 他现在的纲领就是反对白人之上 当然也反对这个法西斯主义 反对这个国家的权威 这些呢倒也罢了 因为他是政治的观点是这样 他最关键的是 他实现他的这个政治的观点呢 他采取的不是进行议会和平的道路 他特别主张通过个人的一些行动 集体的行动呢 就马上的给政府施加压力 就现场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说他不走这个议会道路 他非常看清自由民族制度 他要在自由民族制度之外 通过这种暴力的抗议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来实现他的政治的目标 所以呢他虽然是反法西斯 但是他的这个做法呢 跟法西斯是特别相似 就跟希特勒刚起家的时候 也是利用这个大型的群众聚会 利用他的充分队暴力扼打 那个反对他的这些人 所以他们的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跟现在的这个安提法 也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这个安提法呢 是打着反法西斯的口号 实际上行的是法西斯 当年做的那些暴行 那美国政府呢 实际上是发现在这次全美的骚乱背后呢 这个安提法起了关键的作用 包括明尼索达州 他就发现在他们州啊 参加抗议啊 尤其是暴力抗议的人 80%不是他们州的人 从外面跑过来的 那就是这个安提法 他在一夜之间召集 他在全美国的人员呢 跑到这个明尼索达进行抗议 然后在这个白宫前面 现在还在抗议 那全美的这种抗议呢 还在进行当中 哎这个背后呢 这个安提法 他是黑手啊 已经由美国的安全部门呢 已经给认定了 他的主张呢本身就是极端的 他的做法 行动纲领 也是非常的极端 他为这个暴力辩护啊 认为这个暴力呢 能够提醒啊 这个当权者 能够让别人呢 产生很深的一些影响 他说和平抗议呢 根本没用 所以你在这个自由民主的体制下 你已经相有 游行世卫的权力的基础上 你还提这个暴力抗议啊 这实际上就是滥用自由 而且呢 直接威胁到的 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我们说呢 中国和美国呢 差别是很大的 面临的问题 天壤之别 中国是没有自由的问题 美国是自由比滥运的问题 中国是这种现代性的人权民主自由呢 根本没有的问题 美国呢 他这些人要求的是一个 后现代性的很多的权力 同性恋啊 这个政府的福利啊 等等 那些后现代性的问题 中国呢 是一个政府特别残暴 特别的狂妄 特别的有这个power的这个问题 美国呢 是政府现在无力 政府温软 是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问题呢 是完全不一样 美国人呢 他在中国没待过 他如果在中国待个一个月 他就知道 他得到的这个权力 是何等的珍贵 而且美国政府呢 对他的权力 是何等的进行保护啊 所以这美国人呢 是完全的是一个滥用自由 而且呢 比这些极端组织呢 所操纵 那么现在这个出现啊 安提法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不是偶然的 因为美国经过这个大瘟疫之后呢 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呢 就不亚于 1929年 全世界那个大萧条 那个大萧条之后呢 全世界的极端主义都给崛起了 尤其是法西斯主义 那在意大利 在德国 在日本 这些军国主义全面的崛起 跟大萧条非常有关 那这个大瘟疫呢 实际上也是这样 大瘟疫之后 美国呢 失业的人口剧增 人们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 精神上受到巨大的伤害 那现在疫情呢 看起来要 快要结束了 那人们可以走上街头 那要发泄这两个月来 受到的这些苦闷 痛苦要发泄 那些仇恨 一定要找一个仇恨的对象 要全都给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极端主义啊 就是趁机出来 本来这个黑人的这个事件呢 是个个案 平时时间美国发生的也很多的 那起来之后就灭了 起来之后就灭了 但是这次呢 正在大瘟疫之后 人们这样一种 反社会情绪 反政府情绪 极度的比压抑了的时候 它总是要找一个爆发的热点 他们就爆发出来了 所以现在 美国的情况呢 跟世界大萧条之后 欧洲啊 那个情况是非常相似 德国呢 一战战败之后 整个国家呢 本来就有那种复仇 渴望这个崛起 渴望复仇 渴望崛起这个 生存空间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希特勒他们就看着这个机会呢 就成立纳粹党 但是纳粹党呢 刚开始呢 不行 因为他们都是打砸抢啊 因为他们那个成员呢 全都是军人 军人是比较粗鲁的 所以他们后来又发动这个 啤酒馆政变啊 都以失败高中 在这个议会 道路选举啊 刚开始呢 也是不行 那 但是呢 后来他呢 变成了国会的第一大党 原因是什么 就是大萧条 那1929年 美国大萧条 就影响到了 对德国的经济的资助 德国的经济呢 一落千丈 那失业的人 成千上万经济 这个 滴入低谷 然后社会呢 失去了秩序 这个时候呢 全体人民呢 就盼望有一个强有力的 一个政府出现 盼望呢 跟欧洲其他国家 要进行复仇 盼望这种军事上面 取得巨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 那纳粹党呢 应用 埃奇拉 一下他就崛起为 国会第一大党 埃奇特勒就做了总理 所以你就看到呢 这个 意大利的法西斯 德国的纳粹 包括日本的军国主义 尤其是前面这两个 完完全全就是大萧条之后的产物 大萧条之后呢 人们呢 这种情绪上 都需要这种 极权主义 极端主义 出现 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的梦想 所以呢 美国政府现在呢 问题是很多的 尤其在政治方面 现在遇到这么大的空境 那要特别防备的 就是国内的这些极端主义 趁势而起 那你看现在的这个局势的话 这个安提法 本来我们不尽专的一个组织啊 现在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呢 所以必须要把它给取缔 也可以看到这些极端主义 现在它存在的土壤 现在是 已经形成一个很好的温床了 所以美国政府呢 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呢 要 警惕这些极端主义啊 非常猖獗的发展起来 所以第一步呢 要把这些极端主义 全面的要取缔 因为它本身呢是主张暴力 主张无政府主义 主张打砸抢的 绝对要取缔 第二个呢 就是要找到美国人民发泄的出口 一定要找到 我们知道911之后呢 小布什就打那个阿富汗 打这个塔利班 那那个非常出气的 大家也是非常的树心 非常的高兴 后来包括打伊拉克等等 那现在呢 美国受了这么大的冲击 这个瘟疫的冲击呢 那死了10万人呢 那超过 除了一战爱战之外 美国这个 还有内战死掉的人之外呢 它是战争上面呢 就超过了韩战越战呢 那对美国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沉重的一个损害 对人们的精神刺激 也是非常大 这个时候呢 需要一个出口 对啊 这个出口呢 大家也想到了 那就是抓住这个大瘟疫的 罪魁忽守 中国政权 不仅是要冷战 而且要热战 美国政府呢 虽然它是后发之人的 但是呢 有可能啊 在这次国内这个这么动荡 极端主义这样 涌现出来 整个国家需要找一个复仇的对象的时候 有可能美国呢 宪法之人 或者是呢 叫代理人宪法之人 那一个是南中国海 再一个是印度 叫越南 在南中国海出手 再印度呢 叫印度出手 美国来撑着 然后呢 进行迅猛的 进行打击反击 这样的话 把美国人的眼球 也吸引到战争当中 让人们的这个情绪啊 得到宣泄 我想呢 美国的高层呢 也在考虑这方面的一些战略步骤 我相信呢 其实我前段时间呢 就鼓励开始打热战了 但是呢 川普呢 还是一个有节奏有理性的 包括对香港的制裁啊 那当然香港的制裁呢 已经是出了这个很招了 很彻底了 但是呢 他没有把第一阶段协议撕开 没有正式的呢 像中国呢 可以说撕破脸 这个就说明呢 他还是要有阶段 有节奏的来做 那我们看目前的这个形势啊 现在又出现一个很大的变数 就是美国国内的骚乱 和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的云现 那针对这个新情况 我觉得有可能 中美两国这样一种争锋呢 要从冷战走向热战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分析到这 我们看到世界局势的变化之后 再做评论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